乌尔双方在巴赫姆特持续激战 当地居民在乌克兰当局劝说下 展开最后一波紧急撤离 经历七个月不断轰炸 巴赫姆特还有四千多平民留在当地 不想离开家乡 她说我还不知我的房子还在站 很痛苦 想想那些还在巴赫姆特 她的眼睛都很高 替俄军冲前锋的瓦格纳佣兵团 慢慢挺进市中心 并且象征性拔掉乌克兰国旗 俄罗斯国防部长小伊古特别搭乘直升机 到被俄军站里的马里乌波尔视察 新建的医院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到约旦 探视当地美军 她说即使巴赫姆特真的沦陷 不代表俄军可以扭转战局 虽然美国还没有点头答应提供F16战机给乌克兰 不过有消息人士向CNN透露 目前已经有三名乌克兰飞行员在美国接受战机驾驶训练 如果拜登最后点头军援F16战机 这些飞行员就能尽快判杀用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